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准备 开始 先做一个专体的动作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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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我们的热身动作都是预先刺激一下我们的目标肌肉体做到一个激活的作用 OK 最后一个动作 好 简单的热身结束 我们接下来开始我们的训练部分 有三个动作 首先第一个动作我们从看似最简单 其实不那么容易的减负开始 是一个最基本的动作 先躺下 保证我们的下背部完全贴住地面 吸气 然后吐气 每一次下放的时候都不要完全放松我们的腹肌 慢慢地下来 非常好 然后起来 看起来很简单 其实真的做到位的话很快就会力竭 OK 第二个动作 旋转 在旋转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关注在我们的动作完成 而是感受到是由我们的肌肉的收缩完成的来帮我们完成这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 我们先用一个平板支撑的姿势作为起始动作 然后我们的臀部向两次点地 OK 三十秒钟的休息时间 那 在我们做卷腹的时候呢 很多人会觉得脖子有感觉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个是可以让我们更多的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我们的腹股上 起来的时候感觉是腹部缩短完成这个动作 同时呢 我建议大家可以在起始的时候把双手放在 离下巴大概一到两公分的距离的位置 然后在起来的时候保持 如果说我们的下巴碰到了我们的手 手的话呢 那说明我们的脖子已经开始发力了 所以必然离开我们的手 非常好 在全程的时候我们的下巴和手是不接触的 而只是用到我们的腹肌 好 OK 第二个动作 如果觉得刚才难度不够的话 我们可以把双脚抬离地面 甚至于可以 甚至于可以 手上我有一定的重物 比如说是水瓶啊 或者是 呃 随便手瓶 我感觉我的腹部已经非常的酸了 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 啊 第三个动作 好 每一次我们都用腹部 看到地面之后 再次来 触地 比较好 好 休息30秒钟 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轮的动作 我们之所以把腹部的训练 放在我们身体期的最后一天 也就是因为 我们每一次的腹部训练 都无可避免的 只是针对于我们这一块肌肉心 所以说很难 降低难度 那我们 为了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最后一天 OK 准备 开始练腹 再练腹部训练 注意启动的时候 不要用脖子先发力 下方的时候慢慢的 还是保持呼吸的张力 OK 第二个动作 整体 我觉得今天的30秒还是比较长的 跟之前四天的内容比起来 对我的腹部 腹部现在还是非常有感觉的 坚持一下 OK 最后一个动作 好 三个动作的三次循环已经结束了 我们现在进入到拉伸的环节 等一下我们的第一个动作会是针对腹部的拉伸 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切换呼吸模式 进入深呼吸状态 好 注意我们做这动作的时候 不要松劲 肩膀往下压 不稳定往上开 接受 往下压 感觉要腹部有很多人可以拉伸 好 第二个动作我们先躺下 我们这个仪式的动作 好 还是不行 好 第三个动作叫做侧攻步望跃 首先我们把双腿打开 右脚的膝盖朝侧边的方向 然后促身 我们用一个手去抓另外一个手 然后这个时候吸气 往上开 好 换一边 开始慢慢地往下 然后就向右手 往后 抓住左手 左手抓住右手 好 第二轮拉伸 好 第二轮拉伸 我先进去 涂肌 我担认 这动作里也 bland 把左手掌引起始终 你注意看 看łby子 好 刚刚进就好 其实还可以保重 是不是有些腦袋的化妥協 保持身不舒服 吸氣 吸氣 這個公共妄業 Sorry 等一下 搞反了 應該是 對 往上看 盡可能的把身體 往上轉動 另一邊 就是最後一個動作 在這裏面上 放在這裏面上 我會不會有些人 在這裏面上 我會不會有些人 今天的最后一天的训练内容 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说你跟着我们 我相信你一定是跟着我 从今天做到了今天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完全完全 也许帮自己建立了一个新的习惯 那是什么呢 也就是 首先我们在生理期期间 不要抗拒运动 反而我们用运动 来帮助我们度过这段时间 另外一点就是 其实虽然说 我们做的是 一个打破肠胃的运动 其实它可以用在 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你不用把自己局限在 某个定向的思维中 而是 只是 通过自己的感受来调节 来做原本 可能你觉得 受到限制的事情 好 那谢谢大家 在这五天跟我一起去练 那我希望 我通过这五天的内容的安排 帮大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生理期 如果说你是通过手机的APP 跟我一起运动的话 那就请打卡 上传照片 或者是在微博APP我 我会很喜欢看到的 大家留看的照片的 那么如果你是通过视频 或者是那个电视电脑的视频 跟我们一起运动的话 你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 然后下载APP 一起跟我们进入打卡的行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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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